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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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 Triton 傳奇扑克 我們舉辦的場地是在 記州島 左上角我看到的 記州島 記州島的 藍頂娛樂場 然後你的神話世界 記州的神話世界 那這邊是一個 度假村 有四間五星級的飯店 這次也是一個 新的場地 之前好像在 記州島辦的比賽並不在這邊 這邊是一個新的場地 然後內莊 跟澳門的勇力蠻相像的 因為他們是同一個團隊 Dominic Open一個K9 Off 那也是一個蠻合理的範圍 在Cut Off 然後Jet 10 我覺得這邊用跟住的也不會太差 其實很多人 在小忙難道像是這種 KJ Off J Q Off 然後或者是 K Q Off 面對 Button 或是 Cut Off 的 Race 他們會說 這邊不三逼好難打 就是用跟住的沒位置 沒中不知道該怎麼辦 可是其實 沒有你們想像中這麼複雜 其實因為你這個Range是領先 他有Open Range 因為後面位置的人 開的本來就是比較鬆 所以在你領先對手的範圍 的前提之下 你選擇跟住 然後 等中了之後 再來說 那在 停標賽裡面 籌碼都不是太多 你中一個頂隊打完 2-30pp 其實都蠻合理的 好 Dominic 選擇控制這個底次 這張死 大家有都有得玩 如果我是O2 遇到J 10的Bait 我可能會Race他 因為 我的雙頭順沒有什麼 修Down Value 後面還有一個玩家 我覺得這邊Race 可能會比用跟的好 這樣他籌碼也比較多 這樣他籌碼也比較多 所以可以給對手一點壓力 我覺得這邊是個不錯Race的機會 加上Dominic他選擇 勢落沒有打這個 這個 這個牌 所以他其實不用太擔心 後面有太強的牌 來一張9就好笑了 來一張9就好笑了 好 都沒中 J 10應該是一個 check code 一個bluff creature 那我覺得要Bait 也不是不行 因為他自己也有一個 擋到一個flush的方塊賊 我覺得要Bait 要check 我覺得這兩個 打這兩個決定都不會太差 我覺得會是 喔 他選擇Bait 那我覺得 Dominic應該還是會跟啦 有一個頂隊 那我覺得Dominic應該還是會跟啦 他應該在想要Prefog跟的任局是什麼 那這邊 那這邊 他還要9秒 那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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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是10秒的計量 那這邊是10秒的計量 那這邊不是時間 那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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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應該Shutlock 都有去 呃 去每一把都限制 那個跟住的時間 好 現在場上好像有一點點爭議 應該跟住時間的問題 哇 這把 這把K9 真的是 這把 那把 他應該是 他應該是 她應該是 10秒的計量 因為 10秒的計量 他應該會有 10秒的計量 這一把 這把 蓋得好漂亮喔 這把 Dominic真的是 蠻厲害的 這一把 我可能會支付這個River 那把 他應該是兩把 那把 我跟他有 沒有人知道 我認為 那是 我認為那是 我認為那是 它是很严重的 它不是很严重的,它是很严重的 它是很严重的 我认识,我认识 那是一个警告 那是一个警告? 那是一个警告 那是一个警告 所以当它是0的,它会转弃 然后它会转弃 如果它没有叠 然后它会转弃 OK? OK? 好的 謝謝 沒問題 進去 我想說 去 是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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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till feel like it was a waste of time to come up from the counter Steven O'Darreal 3-5銅花 算是一個比較弱的牌在Button Dominic他現在剩下40個大碼左右 我覺得A10銅花可以做一個3-bet for value 那用根的我覺得也是可以的 因為這個牌進的flop也是蠻好打的 因為夠大 3-B收下底次 這邊觀眾有沒有發現他其實現在 現在其實在這個比賽蠻流行的主流就是 就是3-bet的size 在沒有位置的時候會加注到4-bet 所以剛剛Steven O'Darreal open 1200他3-4800 那有位置的時候通常是3-bet 那沒位置的時候size都會比較大 因為畢竟裡面死錢很多了 那你直接收下底次其實就蠻不錯 所以在 他不會給對手有太好的賠率來跟注 一千萬買了 二千萬買賠率 一千萬買賠率 完全買的 三千萬買賠率 二千萬買賠率 25… 二千萬買賠率 23十萬買賠率 好這邊又有人問說怎麼樣知道選手的底牌 大家可以看一下選手看牌的時候會放在一個格子上面 他們故意排好在一個格子上面 因為這個牌裡面是有晶片的 那牌桌會有個區域是感應區 所以不像以前是有個透明玻璃 然後用那個轉播看那個手牌是什麼 它是用直接感應 那牌是訂製的 桌子也是訂製的 所以只要把牌放到感應區裡面 它就會直接讀去裡面的晶片 直接讓你知道他們的底牌是什麼 我只是不可能相信 我只能看到 第二天的訊息還在開 就像是15VAP 就像是在同一刻 然後到了紀州島 這邊有玩家問說參加比賽的年齡要求 我看到紀州島他們的限制是19歲才能進場 那在澳門的話是21歲 美國也是21歲 可是你如果是在歐洲的話 歐洲的話是18歲就可以進賭場 所以之前有一個Mike McDonnell 他是史上最年輕的EPT主賽事的冠軍得主 18歲拿到EPT總冠軍 就是高中畢業的時候 贏了一個EPT主賽事的冠軍 我是覺得 中國開賭場真的是蠻好的 把錢留在國家裡 現在的主要是有多大部分 他們有兩倍的負責 和最後的負責 所以他們有很多負責 所以他們有很多負責 我看來是很好的負責 你只是負責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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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會有些負責 但你只是負責 但你只是負責 是很大負責 你一直負責 對 對 2.5是 最低的數字 Gems 我覺得這個 用根用3B的都不錯 E-Gems的風格 他選擇跟注 Squeeze的時候來囉 我猜是一個 4900 5千吧 Squeeze是前5%的手牌 比我想像中大了一點 5500 那 Gems 他的籌碼 感覺不太適合 跟一個這麼大的Squeeze 雖然他有位置 可是 這個牌 很有可能被對手Dominate 如果是個什麼 90銅花 或是89銅花 我相信他應該會比這個 更想要跟一點 還是跟了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們台灣的Gems 頭很鐵啊 不蓋牌的 這時候 我覺得會打一個很小的Bed 因為牌面上太乾了 那Gems後面也只有3萬5 我覺得打一個3千5 甚至打更小都可以 4千2 4千2 好 Steven Odele的那個Size 都比我 想像中大了一點 打一個 4千5 4千3 4千1 4千1 8千2 4千2 4千1 9千2 4千2 4千1 4千1 5千2 5千1 5千1 4千1 5千2 5千1 5千2 5千1 那有人問說湯特王在短牌第幾名呢 麵包大俠問的 那湯特王他剛進獎金圈就GG了 拿一個第五名 那今天短牌的比賽的冠軍是我們的Ivan Leo 他拿到了874萬港幣 然後隨著他們那行比賽結束 我們現在直播的是 Rio Max的NoNaming Holden 正常的德州撲克的比賽 然後是六人桌 報名費也是50萬港幣 今天是Day1 也是無限買入了 如果出局的話 可以再買回來 好 小盲跟大盲的對決一個0POP 這邊有中個對決在Handsup的時候 其實就是算是蠻大的牌的 所以我相信這flop兩個人都不會放棄 我猜Fish2013會ban Steven隊友應該也會先跟一張看TEN有沒有什麼其他的 牌可以繼續打的呢 兩個人的牌都變成bluff catcher 應該是個check check River Steven隊友可能會缺扣 或者是缺4 那我覺得TEN兩個人應該都不會有動作 2013出乎我意料的下注 然後拿下這個底子 剛剛短牌曹瑞第二名 他是flop天生順 就被Ivan Leo中了一個後門花 我相信她已經開始了 她已經開始了 她已經開始了 嗨 5 我們的GEMS OPEN了一千四 完全壓制對手 基本上是完全領先 好 選擇QQ check我覺得是蠻不錯的 那我覺得他這邊 我覺得他這邊如果他是小一點的對子 假設是個七七八八或九九 我覺得就會比較適合下組 那因為QQ會被超車的牌不是太多 假設對手有K他也比較擔心 會發出一張overcut而已 那如果對手有ACE的話 他本來就輸了 所以本身就沒有什麼影響 所以我覺得在這種A26的結構上 QQ check我覺得是蠻合理的 不一定要C被這個flop 然後有玩家問說這張桌子第一名多少錢 那因為目前在場上不知道是兩張桌子 還是三張桌子我不是很確定 有可能是三張桌子 這只是我們轉播的其中一張桌子 那我們還不確定會不會有其他玩家買入 我們要到第二天才知道 第一名的獎金有多少 那我猜買入人次可能是個30人或40人 總獎池可能是個2000萬 所以我猜第一名應該是個 600萬到700萬到800萬之間吧 我猜第一名的獎金大概是這樣子 再次轉彩我們皮卡上架 這個只會知道 不要有多少位 要當誰應該是 concise manifested一點 我們是 Anne 好,James抵抗一個Tanjack,這大孟 又要進入護凳的階段了 應該是個Check吧 如果不是掉紅心8的話 我覺得James可能會主動跳出來攻擊 可以保護他的11隊 可是現在掉出紅心的話 他的牌還是有一些成長空間 我覺得可以繼續Check號 我覺得這邊繼續Check號就可以了 我覺得不用主動攻擊 跟我拆的完全不一樣 他選擇了下組 我覺得兩個方法都可以 可是我個人會比較喜好Check 因為我覺得River不會有太多影響 那這四配蠻有修當value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River 所以我們只選擇下組了3分之1 我覺得這個Size蠻好的 Value Bad他的10配 他並不是在Buff 那我覺得他的10配 他已經知道自己的牌領先對手了 他這牌選擇是Value Bad 正面的1個 最初他就有可能 4分之1 4分之1 4分之2 4分之1 8分之1 5分之1 4分之2 7分之1 5分之1 4分之1 6分之1 4分之2 4分之1 5分之1 4分之2 5分之1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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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其實我覺得在看這種現場比賽影片 我覺得蠻值得學習的 是你可以去觀察一下對手玩牌的範圍 那你們可以看到Odwell在一個 應該算是Lowjack的位置 應該算是Hijack的位置 因為製作只有五個人嘛 他open了一個K9銅花 再活著一個會議 會議想盡可以收到%, 預先逐步 大概這裡5 Saturday 還有一級前 там 但是還想侵3 然後可以一開始 有車來這次轉換那一下 然後一個小會議 保測 Monsters 做任何壞 隨便 倒下注1 3分之1 這個Jet-10這個蠻難跟的 如果他7-7還好跟一點 這個很容易在轉牌 有可能還會被疊掉 所以這5-5是跟不太了 去派對小朋友 所以男朋友 就知道他會是非常方便的 這金幻爺是滿意的 對,那是 是,那是 我還是要回家去派對 worst 我必須要回家去去派對話 那沒有時間去派對抵法 為什麼不予利 沒有飛跡中派對抵法 那是便利誤的 它很近,但在同時,你不太能夠到達到 沒有兩個聯繫 我直接有一個Walk拿下底線 有人問說SARS買入了嗎? SARS今天很可憐,他今天是Bubble 他沒有拿到獎金,他第六名掉了 所以他買入了六四,花了三百萬港幣 然後一毛錢都沒拿到 那至於他有沒有在這場比賽買入呢? 因為我們現在直播一直看得到這張桌子 我們現在離現場是有段距離的 我也不知道現場狀況是怎麼樣 可是我剛剛去吃飯的時候 我有看到Steven Chewik有在桌上 目前GPI的世界排名第一 2018世界排名第二 第一名是Justin Bonomo 那剛剛有看到John Juanda路過 我不知道他自己在打這場比賽 好幾個獎金? 五個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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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個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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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個獎金 六個獎金 十何嘅並非 六個獎金 十何ね 五個獎金 四個獎金 十度 六個獎金 那是計劃 我會把你打到6K,4K,4K 那是計劃 基本上你不會把他打到4K 有人問說楊公子今天有沒有打 楊公子剛剛有出現在會場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有沒有在另外一張桌子上面 好,Jams Chen在UTG open個6-8童話 那Jams Chen他打的 就是稍微比較鬆一點點 像主播我 我打得比較緊一點 我可能不會玩6-8童話這個牌 我可能會玩沒有間隔的 可能6-7童話或是 7-8童話,8-9童話吧 Dominic他忙住 我看他基本上好像沒有在蓋牌的 他跟的超多東西的 我看到他跟3-9童話 所以 如果遇到Dominic這種玩家 那我可能會 遇到他我可能會連敲很多發 因為他都跟太鬆了 對 我覺得這邊Jams應該有C倍啦 不然他拿不下這個底次 如果他是有個S High的話 我覺得Check也比較好一點 那我覺得這邊可以直接 可能要打個兩發 那Dominic有一個卡洞順 會不會來CheckRace呢 我選擇用跟住 那這張梅花石 對Jams 不是很好 就是 排面上對於盲住抵抗的人的 排力是比較增強 所以這邊比較難繼續Buff 所以他選擇Check Jams8 High獲勝 那我覺得這邊Dominic 是一個非常好Buff的機會 因為Jams Check了這個Turn 那又開一張K 其實Jams不會有太大的 太多的好牌啊 以他對Jams客觀的解讀來說 再加上他的牌沒有Showdown value 我覺得可以打個三千 就打一半的底次 哇打蠻重的 打了五千 那天 那天 deliberately 唯從 開場 我們的PoHu也是這次傳奇撲克的主辦單位的股東之一 也是所謂的大老闆 他現在上桌了 上來第一把 這場比賽是有5萬港幣的騎士籌碼 現在盲注是300、600、600 沒有Anti 大盲的人要丟兩個大盲 Gems一定會抵抗他的Q3 suited 第一把PoHu上就中了三條 而Gems有個Fly做這一把 這一把應該會打掉蠻多籌碼的 這一把Gems還玩Overcut 甚至我覺得這邊Chuckrace Q3 suited 有時候我可能也會Chuckrace我的Q3 suited 我們Gems選擇跟注 3千5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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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Gems勢必要繼續跟注 而且他的牌有很大的 他可以讓對手繼續做Buff 以他的觀點來看是這樣子 那他這個TopHair 我覺得 就可以來Chuckrace 繼續的跟注 這個是無可避免的 加上對手又是 一個打得很鬆的玩家 PoHu是打得蠻鬆的 那我覺得這邊Q3應該也是Buff 應該會跟他River的Bet PoHu可能會打很大喔 第一次有1萬3千7 可能會打到1萬喔 沒錯 下注1萬 這邊頂隊是蓋不太掉 弱速我也會Call 蠻小桿 沒有 嗯 好 嘴 missed PoHu 好 第一次我贏了一半的帽子 波护第一把伤就赢了17300的重磨 差不多是30个大盲 初期你어야不役 你明了你一定要选择 但但如果你不得和我 这不理你 你俩一留到 nothing 黑别开illi Becі Povo跟一些觀眾有一樣的疑問 怎麼沒有人丟NT啊 因為NT是大忙丟的 現在EPT已經全面改這個規則 那在亞洲的比賽大部分還是每個人都要丟NT的 那在WSOP他們有個比賽叫Big Anty 叫Big Anty沒錯 那Big Anty就是像這樣的規則大忙要丟兩個 Dominic在... Button 3B,Pocket Queens 他要3B我都要很多次了 那邊你從來 台灣 台灣 中國 中國 加上 I play with Magao a lot Most of the time I play cash James Chen是在澳門高耳桌的長期在澳門打的職業玩家 也是我們現在台灣唯一的combat 有辦法出來打這豪克賽的 也是我們現在台灣豪克賽的代表 只有一個 沒有第二個 我都要拿一個49 off 有什麼想法 有時候有人會故意想很久 是讓對手覺得說他的盲處沒這麼好偷 尤其在Live game的時候 會故意想久一點 Gems Chen 在Cuddle Open CJ不同話 謝謝 谢谢大家 能源被盲住 slept 其实其实他的籌码蛮尴尬的 他的籌码大概是30個大盲 遇到加注到6000嗎 加到10個大盲吗 被加注到一個很大的3B 被加注10BB的3B 他這個跟不了了 已經丟出他三分之一的籌碼 這個新上來玩家叫PoHu 是這次傳奇撲克的主要股東之一 這也是算是他來舉辦的一個活動 他是一個亞洲的一個超級大富商 他高級別的桌子常常會看到他的出現 我看到Dominic他忙著地貨 真的超級多的 他一直狂跟耶 真的是沒有在蓋牌的 真的是沒有在蓋牌的 這個4E對 是不會蓋牌的 那我覺得PoHu應該這張K是可以讓他繼續攻擊的牌了 我覺得這邊應該要繼續下注 不然他可能拿不下這個底池 對手其實會有一些買順的一些組合 像6-8-6-7 你在這邊下注的話可以把對手直接打蓋 我覺得是這張K是蠻不錯 如果你說轉牌掉一個什麼 3-6-7-8-9 就10以下的牌 可能對整個結構沒有什麼影響 沒辦法繼續下注 因為對手可能不會蓋牌了 所以我覺得這張K 應該應該是一個適合繼續下注的一個牌 好 底池 下注了一半 試著把對手的5E對啊 11E對打蓋 Dominic如果有10的話 我覺得肯定是跟的啦 那因為這樣4對來說真的是有點小 4E對或5E對其實不太好跟 好 朋友們我又回來了 我是阿成 好 朋友們我又回來了 我們走開了一會兒以後 發現Paul Fuwa來到我們這張牌桌上 剛剛相信大亨已經有給大家介紹一下Paul Fuwa 他是一個真正的豪客選手 其實現在他的比賽打了非常的多 而且打的都是一些非常高級別的比賽 現在相信他的技術水平已經有非常長足的長進 我們現在看到Steve O'Dwyer在Cutoff拿4-4做了一個加注 Fish2013在Button位是K-Go雜花 那因為他有位置在這個時候用K-Go去跟注 甚至是用K-Go去三倍一個Cutoff的一個加注 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他會選擇了跟注 我們看到James Chen James Chen James Chen 是用K-Go雜花 守護他的大忙 非常感謝我們網友的關心 我是剛剛吃完飯回到牌桌上 非常感謝我們網友的關心 非常感謝我們網友的關心 James 過牌 翻牌是R50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乾燥的牌面 那Steve O'Dwyer在這個時候 是完全可以在三人底時在這樣的一個牌面做持續性下注 那他的翻牌前加注的話呢 他依然是代表了一個可以加注的牌力 那裡面有一些對子也有一些不錯的一些手牌 那當然在這樣的一個牌面 其他沒有擊中的玩家的話呢 就也沒有太多興趣往下走 因為這樣的一個牌面對手 就可能代表一些擊中 自己關鍵是什麼都沒有 那可能大家看到Steve O'Dwyer 他是滿臉的大鬍子 然後甚至有網友說他是個老人家 其實他的年紀並沒有大家 他認為的那麼老 他只是喜歡留鬍子而已 那我沒有去查Steve O'Dwyer到底有多大年紀 但是他肯定是三字頭的 四十枚到的一個年紀 那打德州撲克錦標賽 我認為位置是一個特別特別重要的一個因素 那當你有位置的時候 你進入到翻牌以後呢 你就基本上都是最後一個行動的玩家 那你可以在對手做出行動以後 再根據情況去做一些判斷 所以我們看到那個玩家在有位置的時候 有位置也就是在很接近專位 我們叫有位置 那接近專位的時候 會頻繁地用一些看起來 並不是特別好的牌去做加注 那這樣加注有幾個好處 就是說如果後面的玩家 或者盲珠味的玩家 沒有特別好的手牌的時候 他們會直接放棄 那也就是他用一些不那麼好的手牌 去把對手的這個手牌的勝率剝奪了 去剝削了對方的勝率 去搶奪這個盲珠和抵持 尤其是在錦標賽進行到後期的時候 盲珠長得比較多 相對於盲珠相對於每一個人的 這個籌碼量的比例的佔比 越來越大的時候 那搶盲就是錦標賽後期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積累籌碼的手段 和打擊對手的一個手段 那Dominicci在Culloff用圈五紅心加注到1300 這也是算稍微比較鬆點的Ranger 是的 那以他們的這個翻牌後技術 他們會認為自己可以很輕鬆的駕馭 這樣的一些範圍 那這樣的這些範圍 對於很多新手玩家來講的話呢 我是不建議大家去頻繁去玩這樣的一些範圍的排力 因為這樣的這些牌的話呢 你會需要依托很多翻牌後的技術 然後才能夠去拿下很多底池 就比方說你拿圈五下注的時候 在勾四八的排面 你是不是有足夠的這個膽氣 在這樣的一些排面去做一些 一條街甚至兩條街的炸虎 那如果說你沒有這樣的一些能力 或者是這樣的膽識的話呢 那麼你可能不那麼好去玩太多的太寬的範圍 先從扎實的基礎開始 就感覺每個人都在看手機啊 對 因為到這樣的一些長排德州撲克的話呢 就是大家入食的頻率 顯然比我們前幾天一直在直播的這個短牌 要入食頻率要低得多 Paul Four 那他在低了Button 用圈三銅花 比圈五銅花還要再次一點 那Steve Old Dreyer的石溅銅花是蠻好的一個進持的手排 而且面對一個專位的加速的話呢 他這樣的一個牌 還是非常適合進入翻牌去跟專位去纏鬥 翻牌的排面是五八九 那這個牌面的話呢 對Steve Old Dreyer的話呢 可能會更有幫助一些 他得到了一個兩端順子聽牌 但是這是這個天花面 就是天銅花的牌面 那這種天銅花的牌面的話呢 在長排德州撲克的話呢 就會大家會相對的來講 會稍微謹慎一些 OK Steve Old Dreyer直接在這樣的一個牌面 在前衛領打 那這種Action的話呢 我們通常稱之為Dunk 就是驢式下注 也叫Dunky Bat Dunk Bat 就是驢的英文是Dunky Dunky 那德州撲克當中 有非常多的 非常有意思的 這些英文的暱稱 那我們在直播的過程當中的話呢 我們也會有時候 經常會脫口而出 如果大家對我們說的這些名詞 有一些不理解的話呢 你們可以隨時在我們的直播間裡面去提問 我們會跟大家一起來聊聊這個錦標賽 prod 主委 好 那我們 鬥雅鼠在問上一場短排是哪一個拿了冠軍 上場短牌的冠軍是Ivan Leon Ivan拿下了這場武算港幣買入的Triton Hold'em的冠軍 第二名是曹瑞 第三名是Jason Kuhn 我們看到Dominicci在這個時候已經用A8紅心在大盲位 直接All-in了一萬九千三 我的天啊 32個大盲 那面對於Pofor在Button位的加注和Fish2013小盲位跟注的時候 他用A8紅心直接Push三十多個大盲 那我們現在來看這樣的一個打法是不是一個新的潮流呢 其實我覺得A8蘇體這邊在領先一般人的Card of Ranger 那再加上Pof本來就打得比較鬆一點 我覺得在SquiseAll-in我覺得是可以的 有時候我會這麼做 我覺得三十個大盲我覺得OK 那如果我是一對一的話 我猜他可能會用跟的吧 因為現在有時選比較多了 對 中間有Fish2013在中間做了一個跟注 但我個人覺得這個時候三十多個大盲這樣的Push的話 也許是一個錯誤 但是我這樣不確定啊 那這個時候我們倒是可以回頭我們會用一些軟件去跑一下這樣的範圍 在這個時候Push是不是很好的選擇 因為我個人認為覺得有點多 那可能在這個時候25個大盲Push會更好 現在這個潮流蠻是這個樣子的 是吧 那因為剛剛是因為有人跟了就死前了 那等於是裡面有四個BP再加NT要五個BP了 所以他這邊三十個大盲 不過確實三十多個大盲對手的跟注範圍要很緊 對呀 變成對手這邊大概只能跟 可能跟五%吧 不到五%吧應該 應該跟五% 我猜99加AQ加都會跟 所以 看會不會厲害一點跟到10%吧 A8輸體也是大概也是 A5輸體上是15% A8大概也是 20%左右的牌 A8輸體應該不到20% 我看一下 我們 當季馬上來看一下 A8大概是前15%以上 不到20% 對 前15% 可能十幾%吧 十到十五%之間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後衛的跟注的話 可能也就是到五%左右吧 差不多 大概只有五%會跟喔 能夠寬的話 也就是5%到7%那樣子 寬的話大概跟8%吧 嗯 六六加 A4加AJO 這樣嗎 可是 30BB人太多了 如果說 對 那現在 這樣的一個判斷 也是基於說 對手是不是 會在這裡 會直接 推到15%的範圍那麼多 如果對手 如果對手 可能在這個時候 你認為他不會 推得這麼鬆的時候 那你不能跟得那麼鬆 對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